最高温飆破36度的台北市区 让孩子开心泡在水中 就算差点在水中翻个跟头也不怕 周末假日台北一城公园游泳池 吸引许多家长带着小孩来消暑 从溜滑梯到滑水道到处都好热闹 就怕被热情过头的太阳晒伤 赶紧擦上防晒乳 一望无际的蓝天和大海 还有可爱的金魂出没 让船上的民众惊叹好几声 就算是36度高温 还是有大批游客 顶着大太阳来花莲赏金 从下周日到周一受到西南风影响 各地天气稳定 北部高温34度 中南部和东部高温更是上看 35度 只有午后有零星阵雨 但台东因为沉降作用要注意焚风 下周日开始太平洋高压牺牲 太阳更是热情如火 北部高温可能上看36度 中南部和东部也持续 35度的好天气 典型的夏季天气回归之余 也要慎防午后雷震雨 在午后的热对流发展 汇聚现在各地的山区 今天在大台北还有宜兰花莲 也会有局部的午后热对流 持续进入夏天 除外踏青的同时 也要小心中暑和热伤害 华世新闻方一婷 张道勇 张一军 台北花莲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